在別林世紀這個部分的第二個部分 他說內心世界的重視表達 這一點倒是很特別 跟自然主義有所區別 因為自然主義是比較看重外在的描繪 客觀的一個呈現 但是別林斯基已經注意到說 寫實主義應該有內在本質的這一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當然有很多不同的傳統 包括更早之前 我想包括甚至馬克思 馬克思本人 他們馬克思主義的美學基本上 我想別林斯基也是被歸到早期的 比較歸待左派的這個美學家 所以他大體上來講也是很接近 就是說他大體上來講 他們會認為說這個典型 所謂寫實主義他們就是要去描繪 恩格斯也有這樣的一個提法 就是典型環境裡面的 典型的人物的典型性格 尤其是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 這個被他們認為是很重要 那就這一點來講 就是說寫實主義其實也是有所選取的 有所選取的 換句話說 大家要再去掌握一個社會 因為它並不是像照相寫實一樣 就是巨細敏移的無所不包的 他還是要去找出整個社會的最核心的 那個衝突 或最核心的那樣的一個架構是什麼 然後他透過典型的環境的典型人物 典型性格來呈現出這樣的一個問題性 所以我想這一個才是寫實主義他們所比較看重 那當然這一個面向 尤其是談到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這個部分 當然就有心理現實的這個部分 就是psychological truth 或psychological reality這個部分 那當然後來到20世紀當然也有另外發展 更也有甚至有一些批評家就直接叫做心理寫實主義 心理寫實主義這樣的一個數理 那我想這一個部分倒未必一定要 在外觀上是很客觀的 比如說像卡夫卡 卡夫卡的小說基本上不會有人認為它是 描繪外在客觀的 這個像這個 這個變形劑一樣 它不可能這個人一早起來變成蟲 這個在現實當中不可能發生的 可是從某個角度來講它要描繪的是一種現代人的這樣的一種孤獨感 那這個是非常心理寫實 只是說它用一種比較誇張的手法 那同樣的我想在這個寫實主義內部 也有很多是比較偏心理這個面向 那這個我們可以再談 那巴爾沙克呢 基本上一般來講都會認為說他是有一點像他的小說 基本上他本來這個人間語句 這一句話我們先念一下 他說法國社會自己便是一位學家 我僅是他的秘書 換句話他並不過度的去虛構 他要描繪他所見 那這個部分呢 他是在他的人間喜劇 這大部頭的書的一個序言裡面提到 那連人間喜劇呢 基本上根據巴爾沙克原來的構想 是要寫一百多本小說 但到最後他有生之年之寫了幾十本 那可是這幾十本算起來在法國看到是一大套 那還沒有寫完 那最主要就是說有人認為他這個就是 十九世紀上半葉華國社會的百科全書可以這樣講 雖然他只是以小說的形式出來 但是他幾乎把他所筆下的任何一個角色 他都仔細研究過 那樣的一個角色 那樣的一個職業 那樣的一個家居的環境 應該有哪一些道具 有哪一些家具 有哪一些氛圍 他都很具細靡移的來 來很精細的來刻畫 那我想這一點是難能可貴的 所以有人認為說巴爾沙克基本上 就是有一點點像這個英國的莎士比亞一樣 他是無所不包的 就各個階層的 他幾乎都描繪到 那我想這個 他對於這個創作的這個狂熱 我想有一個小故事 老師也嚐嚐一提 就是說巴爾沙克這個在寫小說 是狂熱到什麼樣的程度 他也出去 實際去找他的這個model 實際去看有什麼可以描寫 可是狂熱到他都只在乎他自己的這個腦袋裡面 這個這些情節 這些他想要描繪的東西 以至於有一次他出門 就是說在他的門口掛了一個 說這個巴爾沙克先生不在家 他怕有的朋友來找他 我覺得他繞了一大圈回到自己的家 他已經忘了 那是他家 他一看到巴爾沙克不在家 他又走了 所以他已經變成自己已經不再是 只是那一個創作者的巴爾沙克 就他已經融入到他小說情節裡面 他有時候都要設身處地的去分成各種不同的角色 去感受他們的喜悟哀樂 跟他們的困境 跟他們的問題性 那這個巴爾沙克是一個非常投入的 這樣的一個創作者 不過我想 你們認為說他也是窮困潦倒 當然也負債累累 所以到最後也是有一點點 這個身體上面的一些狀況 所以他也算是相對也是年輕 好像五十來歲就過世了 好 那再來寫詞主義所強調的特色 我們也可以看一下 這個我們剛剛前面已經稍微有提到 當前的時代性 來跟這個古典跟神話的題材 來做一個區分 那我想當前的這個時代性的這個強調 我想其實在當時 我想還有很多的不同的面向 都有這樣的一個強調 那我們可以看到在那個 在當時這個其實在藝術史裡面 也有一位寫藝術哲學的 也是法國的 叫泰納 他大概是在1828年到1893年 那他也特別去強調就是說 歷史當中可觀可感的事實 兼的聯繫的強調是很重要 那最重要是要對當代生活 做一種嚴密的一種觀察 那所以我想就這一點來講 他其實他影響所及的 我想在當時來講 很多這個創作者 哪怕是還是在描繪一些所謂 我們在這邊是列出古典神話題材 可是事實上也包括 所謂古代的歷史題材 可是之前的 描繪古代的歷史題材 在古典時期 大部分是比較把它神話 或是把它偉大化崇高化 或是古代的某一個帝王 某一個總而言之都是這個大人物 他們的一個崇尾這樣的一種精神的一種把握 或是把他們過度的理想化 那浪漫主義我們上回提過 就是包括對拿破崙也過度的理想化 我想這個在大衛的筆下 諸如此類 那我想這個都是難免 可是到寫詞主義這個階段 並不表示他就不處理歷史題材的東西 各位知道不知道我的意思 他還是有一些畫家還是處理 不過他們是偏好是眼前的這一段歷史的處理 那萬一有人是處理古代的 他們也開始影響到 哪怕是處理古代的這些 歷史題材的這些畫 至少要去做考證的工作 至少要讓他合情合理 就是說他裡面出現的畫面出現的 比如說他是處理路易十四 或是更早的某一個國王 那就要知道那個時候的人穿著是怎麼樣 那個時候的不要有一種時代的錯誤 或是一種矛盾 就是我們以今天來想當然而 然後就把它畫下來 不行 就是說在當時來講 慢慢的風氣越來越看重 這樣的一個所謂的一個實證 就是說實際上歷史上有一些遺物留下來 有一些東西我們可以考證出來 那我們就盡量在這個歷史 哪怕是歷史題材的畫面 也盡量讓他恢復 就讓讀者觀眾看起來 好像覺得是可信 可觀可感 這樣的一個面向 我想這一點也是很大的一個改變 就是說一個方向上的一個轉變 那還有就是說 第二點 就是藝術的真實跟客觀性 相對於這個主觀意照跟粉飾現實 我想這個當然是主要的針對的對象 還是這個浪漫主義 因為浪漫主義是比較偏主觀的 而且通常來講 有一點粉飾現實的這樣 或者所謂粉飾就是有一點去美化 這個現實 或者說他在某方面來講也不一定是美化 有時候是避重就輕 就是說真正該鋪製的沒有鋪製 可以這樣講 就是避重就輕就把它散過去 那顯示主義是比較喜歡 就是說把真正現實當中有的那些問題 尤其中下階層人民所遭遇到 就把它描繪出來 那在當時剛開頭的時候也受到很多批評 像庫爾貝的話也受到很多批評 他認為說幹嘛畫這些庸俗平凡的這些人物 那畫這些庸俗平凡的這些人物 對他們來講 他們從古典以來那種品味不太能夠接受 就習慣那種學院派 古典時期的那種品味的人 就一時沒有辦法接受 我覺得說這個太暴格 就是說太俗氣了 或者說太不入禮物 諸如此類 那可是後來當然有很多的抗生 等一下我們還會提到這個庫爾貝 他的一個大動作 尤其是他自己去在這個 所謂的官方的這個沙龍展之外 自己辦自己的展覽 因為事實上他兩件重要的作品 被拒絕這個入選 他自己就就自己做自己的展覽 而且他就故意住一個地方 就在這個展覽場的隔壁 或是附近 那這個就是形成一個很好的一個 一個挑戰 或是一個宣傳的一個效果 我想這一點 他們在當時都有很多畫家 都差不多有這樣的一個個性 就聯合在一起 那形成了另外的這個圈圈 這個圈圈 我是在做一個景色 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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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家